謝謝大家 各位 到現在我這個臨時跑出來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自己是已經創業一段時間 所以我想說或許 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可以提出來 讓大家一些思考 就是說 工作一定要爆肝這件事情 因為我一直覺得說工作真的不用爆肝 我是希望大家剛開始 目前都還在創業當中 不要有這種思考邏輯 你真的很努力的去工作 你永遠提不過對岸那些人 你永遠提不過比你更努力那些人 可是呢 當你去爆肝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相對的自己 你自己就沒有靜下來思考 什麼才是你真正的你想要的 什麼才是你的價值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現在在工作 因為我從創業到現在 或許不多啦 可能我不知道 就是在場 看來應該 我年紀是應該是最大的一位 我不知道這樣 所以我從我一直出來 像以我從事這個行業來說 我做BOSS 我從這個行業 我已經做了20年 不知道 看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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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就是說我對這個行業 我一直投入 可是我並不是用 包含一個藍 為什麼 我是用思考 去想 去想想看 你在這行業 你怎麼樣能夠創造最大的價值 不要 不要去當初 你自己的身體 因為事實上 我以前 我自己的肝臓不好 所以 我一直 用最少 最小的能力 去得到最大的收入 我們不要去想說 我今天做一個小時 可以賺一千塊 我做十個小時 就是賺一萬塊 不是這樣 世界不是這樣算 所以 我是很 因為我剛才在聽到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我應該上來這樣一下 就希望各位 第一個 工作情況不要化開 因為現在的人 絕對沒有辦法 用你的體力去賺錢 一定要用你的思考 用你的理解 用你的能力去賺錢 這是第一點 然後第二個是說 工作與興趣相同 是不是好 就是說 在這一點上 因為剛好 我剛好 尋到那些東西的時候 我在想這個問題 因為 我有一個朋友 他一直跟我講 我很幸運 我的工作剛好 跟我的 興趣是相同 但是呢 嗯 這樣說好了 我從出生 那時候大家 我們那時候小時候 有寫我的志願 我不知道我現在有沒有 但是我那時候的志願 絕對不是做POSE 大家知道嗎 絕對不是 不可能 因為那時候連POSE是什麼 都不知道 那我的興趣怎麼來的 我的興趣就是 我一直在這個領域裡面 我一直覺得 他這個領域 他可以做到去幫助別人 他有一些想法 有一些做法 讓我覺得我希望一直投入在這個領域 所以 我就一直往這個地方來了 那這個是我小時候的志願嗎 好像也不是 所以 工作 工作跟興趣 基本上 我們不要把它強迫一定在一起 可是 當你投入工作之後 當你投入工作之後 當你產生興趣之後 你就會 慢慢的去找出你真正的興趣是什麼樣 千萬不要相信你小時候寫下的那個興趣 也不要去 我在我從 我現在 比如說工作20幾年 可是 我在這段幾年 我事實上沒有去寫我什麼興趣 我只知道一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東西有興趣 我就努力把它做好 而且 重點是什麼 我持續做了20年 我做到第10年的時候 我的朋友就跟我講 這個東西不能做了 因為我們那時候同事剛好被 整個被吃慘 整個高雄的店 整個被吃慘 所有的同事跟我講說 欸這個 這個領域 這不能做了 他說不能做了 可是我不覺得啊 因為我覺得這個領域還是有它的市場 所以我一直持續 做了10年之後 他們可能已經有持續 或許他們現在的狀況不是比我好 但是 但是這樣講 我持續做這個領域 我得到我所想要的 至少我目前 至少我目前是不太需要去擔心收入這個領域 當然沒有賺很多 這是我的一個分享 然後再來 然後再來 或許我 再分享我從我以前到現在的一個整個 進入地址 那 各位有沒有高職畢業的 沒有啦 所以再用高職 這樣講 在做可能是我的學歷高職畢業 對不對 我只有高職畢業而已 我只有高職畢業而已 在我們那個時代 高職畢業算是基本學歷 然後呢 我當初怎麼考上高職的呢 也不是考上的 我當初呢 我去參加年考的時候 就去參加一個叫做專科的年考 大專的年考 為什麼我參加大專的年考 因為我聽到一件事情 就是大專它是有選擇題 我的印象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就去參加了 所以我那時候呢 大家平均大概都四五百分 我是兩百多分 然後我兩百多分 去報一個私立的高職 因為他只要語氣報名 然後我就可以上課那種 但是 為什麼呢 因為我的記憶能力很差 我不會背 我不會背書 我在背書 我覺得我有一個非常大的障礙 包括現在我的英文都很差 有人說 欸你寫成是什麼門英文很差 欸我真的是英文很差 我除了誠實那些英文以外 其他的英文我都不認識 所以說 我那時候就是這樣子上來 可是呢 我之後 我到一個工作裡面 我一開始工作也沒有 沒有很 就是在我們那個 國內啊 一些很 很detail的廠商 就是比較local的廠商跟工作 那 我一直的努力 為什麼 因為 他教我一個工作 原本就這樣就好 我把它做到更好 所以我一直持續工作 做到最後 當我們公司被之前之後 原本被我服務的客戶叫我進去 好 當我進去那個客戶之後 我不是做現有的工作 我不斷的學習 我一直那時候一直去台北 這也是我為什麼會來高雄分享的 因為我覺得說 很多事情事實上 在高雄這邊的學習的 那種 環境地質 我們一直要持續去台北 我那時候一直 幾乎 一個禮拜就跑好幾次來 一個禮拜 就會去持台北 甚至兩三禮拜 我會一直持續去台北去學習 我那時候工作 並不會要求我這樣做 不是我一直這樣做 為什麼 就是這樣 一段時間學一下 一直到我 開始 我要離職了 因為跟老闆吵架了 我離職之後 我離職之後 那個老闆還是 替我去做顧問 為什麼 因為 我做到 其他也做不到的東西 之後 我出來創業 被破 被都出來創業 創業之後 就是那些廠商一直回來找我問 因為我之前在那裡面的時候 我幫他們做到一些 他們原本不期望我們做到的東西 所以創業不難 持續努力 不斷的去學習 做到別人 希望你做到還要更早 那這樣你創業就能夠做 但是千萬不要忘了 然後另外一點 就是說我非常高興 高雄有這樣的一個活動 那我也希望說 大家以後可以過來參與 因為事實上 台北這種活動是非常多 是 要參與這個不方便 我是覺得說 在高雄 在地 我們可以大家幫我們來做 這樣子的一個真相 那謝謝各位 非常高興 謝謝 謝謝 我們來看人家 是的 謝謝 辛苦 邀請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